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全球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且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节目发布 您便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全球新闻联报 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其中北京跟广东最为严峻 由于严苛清零政策 已经当中国民众濒临崩溃 各地不断传出有民众跟大白爆发冲突 甚至还有人自杀的事件 而郑州富士康员工集体出走 更是震惊国际 目前在北京已经被封控好几天的 《钱宽就是报》总编辑胡习近 他直接在微博以四点问题 质疑习近平的强力风控清零 纵华媒体报道 胡习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Omocor病毒株究竟存在多大危害 他表示新的变种毒性跟致死率都有所下降 但是传染力却变得非常的高 他质疑该如何定义新变种的实际危害程度 希望专家们对Omocor导致长新冠的几率有多大 多严重提出公信力的数据 第二点则是防疫究竟造成哪些损失 如果取消防疫是否会有别的损失 而在两种损失 特别是不同情况的经济损失之间该如何平衡 第三点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到底是什么 他指出眼看着防疫挑战越来越大 城市被迫封控的频率越来越高 大多数的人究竟是愿意持续采取 忍一时而换长时间的平安 还是更希望可以保住经济 也就是保住个人收入 以及保住正常的生活方式 并且宁愿为此来承受染疫以及连带风险 第四点则是是否真的不存在中间道路 此前北京市疾控中心21号才宣布 北京面对疫情发生以来最复杂严峻的防控情势 宣导在重灾区实行弹性上班线上教学 公共场所预约限流等 所有禁板经人员实行落地三天三检 之后北京由朝阳区带头 其他行政区跟进 19号晚间开始以口头或是内部传达的方式 下令全区各餐饮业者一律禁止内用 当时胡锡进就曾经在微博表示 他在北京驻出大楼里面出现确诊 因此他从20号晚间开始就被封在家里持续5天 他感叹希望不会5天之后再加5天 同时他也称赞北京小区动作还是挺快的 当时胡锡进说北京整个疫情防控体系 已经面对前所未经的压力 毕竟精准防控需要精准的足迹调查 跟对高风险人员的有效管控 还需要各式各样资源的辅助 北京疫情不断升高 24号开始已经由部分小区开始架设铁皮作为阻挡 而这也被认为是北京即将进行封控的第一步 不过朝阳区望京数个小区发起倡议 支持确诊民众自愿选择在家隔离 也反对强制隔离的方式 同时更呼吁当地居民不要歧视或是霸凌确诊人士 中海媒体报导 中国国家卫健委25号通报 新增本土病例3041例 以及无症状感染者29654例 合计共为32695例 北京此轮疫情累计确诊也已经破万 今天增加1860例本土 已经连续四天过千 其中400例为社会面拆杀人员 同时北京又新增一例死亡病例 北京当局要求涉及疫情重灾区要建立 魂管追扬采样机动队 同时也要求各小区要加减管控风险人员的管理 报导指出位在北京朝阳区跟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报社总部 以及社区后方的隔街相望的鸿庙北地小区 23号白天开始已经进驻大批的大白跟施工人员 在小区位领街一侧来架设钢架以及铁皮栅栏 准备实行封控 这个画面跟今年四五月期间上海非常相似 不过对于濒临封控的紧张氛围 一群住在朝阳区望京的东湖湾小区主妇们 24号合组东湖湾妈妈群发表倡议书 该倡议书首先强调 居民愿意积极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跟支持动态清零总防针 但是如果核酸出现阳性的情形 支持任何确诊居民 可以保留付费快筛以及更换核酸公司 持续检测的权利 商议还指出如果测试结果持续复阳 将会支持确诊居民可以自愿选择隔离方式 自然病情较轻的人可以居家隔离 直到核酸检测转为硬性 如果自然病情比较严重的 也可以选择到方舱医院隔离治疗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安装门词以保证隔离效果 创意书还表示 若是因为附册或是隔离期间 遭遇到各种形式的强迫 邻居们也愿意挺身而出 维护确诊居民正当合法的权利 必要时支持核酸的阳性邻居 采取紧急避险 利用法律捍卫自己跟家人的人生安全 这份创意书还获得 康都经贸府等各小区 跟部分楼洞居民的接力响应 更是不久之前在中国网络上被大众疯传 而且知识的声音非常的多 不少中国网友认为 近三年以来部分地方政府执行防疫出现偏差 因此这份倡议书的内容合情合理 不过该倡议书跟相关知识 目前已经被中国网馆们全数删除 仅能透过网友之间 由各种方式回避审查之后持续转发 广州海珠区24号晚间传出 有居民抢救护车冲出封控区被交警拦截 广州海珠区有关部门表示 涉事车辆为套牌假冒救护车 目前已经被抓获 有专家表示 中国如果再持续坚持动态清零 有可能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仇恨值来升高 酿成群众运动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可能会寄出 比清零还要严厉的手段 去压制民众的愤怒 中海媒体报导 一张广州交警部门指挥拦截救护车的截图 24号在网络上流传 有网友根据该截图表示 有人抢的救护车之后冲出封控区 不过据了解广州市海珠区 并未发生居民抢救护车冲卡的案件 交警部门指挥拦截的设施车辆 是套牌假冒救护车 当局表示目前交警部门已经将该车抓获 而根据统计 从今年10月23号到目前为止 公安机关已经查处 涉疫违规犯罪案件148例 由于中国疫情再次升温 使得优化防疫20条措施发布之后 看似原本有意稍微放松的防控措施 顿时又变得紧张起来 其中北京连续三天确诊病例破迁 并且已经通报三四例的死亡病例 越来越多确诊病例也显示中国距离清零的目标 越来越远 而且当局政府两三年来强力封控 也造成许多民间反对的声浪 11月中旬 广州海珠区出现大规模反对防疫政策的行为 抗疫民众逃离强制封锁区 推倒沿街的路障以及围风 并且跟警方发生冲突 而此前在10月底 西藏拉萨也出现罕见大规模抗疫 网路上分享许多士兵的片段显示 数百个人在示威区跟警方发生冲突 台湾中华两岸战略研究协会筹备处发起 即执行长 中华战略继兵器研究协会研究员李华球 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中国长时间在清理政策 已经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仇恨值飙升 一个多月之前 北京四通桥事件挂出反习近平的标语 就是一个警示 他认为中国严格清理政策 很难再持续下去 因为酿成重大群众运动的可能性非常高 不过他更担心的是 为了消弭社会重大伟岸事件 中国可能会祭出另一个 比清零更加严厉的政策 逼得习近平不得不出动 无尽护士军队来摆平 法国《世界报》记者则认为 中国在清零政策的泥探之中越行越深 中国再也走不出新冠清零这个严格的政策 《世界报》文章指出 疫情爆发近三年以来 中国新冠清零政策已经走向死胡同 现在中国每天还是有将近三万个人确诊 比上海封控期间的四月份还要更多 对于疫情的走向 法国《世界报》文章认为 中国当局其实也很悲观 因为当局刚刚才下令各城市加快建立方舱医院 重症兼护病宠的床位要增加10% 可以说是中国当局也间接承认 新冠清零政策不会很快结束 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河南郑州厂区爆发员工抗争事件 据了解已经有超过2万名新境员工离开了 此前厂区员工就因为劳资跟防疫问题跟警方对峙 事件还惊动苹果公司 还派驻团队进驻郑州厂来作证 而如今富士康更加难以实现原定在11月底 全面复工的目标 中场媒体报导 郑州富士康22号深夜爆发新境劳工抗争事件 其后越演越烈 上万名劳工跟警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多人受伤 时间持续到23号深夜 随后富士康承诺发放预离职返乡员工 每个人人民币1万元之后才逐渐恢复平静 这起暴动事件主要原因是 新境员工进场之后 发现合约上的补贴金额政策 跟先前承诺的不同 因此深夜聚集在街上抗议 还一度跟防疫人员爆发激烈冲突 对此富士康则表示 该公司在招聘新境员工时 犯了薪资相关的技术性的错误 并且为此道歉 事件还惊动苹果公司 苹果稍早表示 已经派驻主管到现场了解情形 这也是苹果继富士康郑州厂区因新冠疫情封控而出现员工大逃亡事件之后 再度主动向外界说明并且安抚员工状态 目前郑州园区抗议活动已经逐渐获得控制 而且富士康还对决定离开的员工加码 每个人发放一贯元人民币的奖金 其后鸿海在声明之中表示 检视这起事件之后 发现是在录制流程时发生一项技术性的错误 因此对于在输入电脑系统时发生的疏失感到抱歉 并且保证实际薪资跟当初协议一样 以及正式招募海报上都是相同的 目前综合推特等各家社群平台的消息 郑州富士康今天上午出现庞大离职返香潮 厂区大道急满已经办理离职的劳工 他们排队先做核酸检测之后坐上巴士 富士康方面已经安排巴士 把他们送到车站、高铁站以及机场 另一位首席此事的富士康消息人士表示 部分新京员工已经离开郑州厂区 不过还没有详细说明具体人数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 由于新的员工在线作业前都是要参加培训课程 因此本次离职潮对目前生产没有影响 不过郑州富士康如今在出现庞大离职返香潮 恐怕会冲击到产能 苹果随后对此发声明表示 iPhone的生产将持续以显著降低的产能来进行 而这也代表购买新iPhone的顾客们 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可以收到新的产品 不过此前因为iPhone14销售不佳 和硕上海厂区昌硕 从11月中开始便停止招募作业员 如今也传出昌硕宣布 11月23号开始重新招募作业员 这也不禁让外界联想到 或许跟近期富士康 郑州场区一连串的事件是有关的 中国跟阿拉伯国家首届峰会 将在12月初开幕 中国驻迪拜领事馆宣布这个消息时 还表示本次峰会目的在于 强化中国跟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海媒体报道 根据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 22号在官网发布的新闻稿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 领事李续航21号表示 首届中国跟阿拉伯国家峰会 将在12月上旬在沙特召开 这也是中阿关系提值增速的大事件 在中阿关系史上具备里程碑的意义 本次峰会将涉及中国跟阿拉伯国家 领导人的面对面交流 中国宣布跟阿拉伯国家 召开峰会迎娶关注 近几年北京采取各种方式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强化跟阿拉伯国家 尤其是跟人员富有的海关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过海关国家同样也是中国强大的对头 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国 不过跟中东地缘渊源深厚的美国 却跟该地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沙特阿拉伯关系紧张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指责沙特亡国严重违反人前 另一个是利亚德拒绝增加石油产量 以限制油价飞涨 习近平上次访问沙特阿拉伯 是在2016年的1月 本次出访可以尝试增进中沙之间的关系 中国海关总数的数据也显示 沙特在10月已经超越俄罗斯 成为中国原油最大的外国供应国 习近平曾经在4月跟沙特王储 默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通话 中国将对深化跟沙特的关系置于优先考虑 并且希望达造两国能源 经贸高技术等领域的高水平衡作 报道指出 北京只寻求跟深化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启动对美国的挑战 举例而言卡达21号宣布跟中国达成一项 为期27年的异化天然气供应协议 卡达表示这是在乌克兰战争引发的 全球能源危机之中 该国所迁进的优势以来最长的合同旗效 时间长达27年 价值4284亿人民币的天然气供应合约 报道表示卡达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在北方汽田扩建完之后将进一步巩固它的地位 卡达尔希望到2027年时 产量可以比现在大增超过6群以上 达到每年1亿2600万公吨的产量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